我们律所到现在已经有十年历史了 从2009年的中间到现在已经整十年了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也曾经关注过EB5的动态 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更多的联系 所以我们没有直接办理EB5的申请 但是我们看到了EB5的发展 从一开始到后来热门到高潮 现在可以算是比较萧条衰退 在中国大陆至少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主要的客户像EB1杰出人才 NIW国家利益豁免 这些申请人以前可能没有更多的留意这方面 但是我想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比如有的留学生可能就不了解这个情况 想说我EB1 NIW办不下来 我要是办EB5是不是就拿到绿卡了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 恐怕很难 EB5这个问题何在呢 因为这个门槛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这也是原来受到一些在中国的申请人的青睐的原因 只要出钱就可以了 后来从前几年一直说有涨价的传言 费用一直没有涨 但是申请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 要等很长时间 那么这个EB5申请人在世俗意义上一定程度上是所谓叫高净值人士 成功人士能够至少拿出50万美元的闲钱用在这个申请上 既然知道EB1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排期问题 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 而这个EB2包括NIW以及EB3实际上排期还可以 大家直观可能认为说也要排期好像越来越难了 但是如果你按照证据数字这方面来比较 现在的情况和8年以前2011年相比 实际上EB2EB3的排期时间比那个时候还要短 虽然中国留学生数量增加了 但是能够找到支持申请绿卡的雇主 以及工作签证等等机会还是没有那么多 和印度申请人比起来还是要少很多等等各种原因 将来会怎么样 从EB5投资移民的情况可以看到 排期问题不一定能够在短期内解决 有的人想美国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 但是即使排期问题比现在更严重 也不见得就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看看印度EB2EB3排期很久 至少到现在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对于EB5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 也排期很久 也没有得到解决 对于亲属移民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也要排期十几年的时间 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 需要早做打算 要考虑大局 比如说有的EB5的投资人说 我选一个万无一失最好的项目 要慎重考虑 耽误了一年时间 回头来可能就很后悔 那你的优先日期是2014年还是2015年 这差别大了 排期有可能能差出至少六七年去吧 所以呢 那么相应的需要考虑 对吧 我们的遇到的有的潜在申请 也有这种情况 想我一定要万无一失在申请 大家知道有的在美国的 前一段上市公司的这个拥有者 是吧 号称呢 这个当初美国签证比较难签 签了八次 最后才拿到了美国签证 但是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呢 很成功 现在公司上市 是吧 至少是这个 拥有上亿美元的这样的资产 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应该要早考虑 美国呢 并不欠你一张绿卡 很多时候呢 是吧 申请绿卡的费用并不见得有那么多 形势比人强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在中国 像2010年 或者说 更早以前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买房的人 那回头看呢 不管说我当初买的稍微贵了一点 便宜一点 可能看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deal 从这一方面来说 是吧 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大事 当然了 这个人各有志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适合申请美国绿卡 都愿意申请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 人自中国的人很多 有的人可能年轻人嘛 有时候会想到有各种戏剧性变化 说哎呀 大家都申请美国绿卡 然后要排无数年 或者大家都不申请了 以后再也不用排了 这个恐怕都不会发生 还是会有很多人申请 哪怕有10%的人申请 这个呢 比每年职业移民的这个名额数量也要多 所以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对形势的了解 比如说前一段 美国政治庇护收紧了 然后更难批准了 有的做政治庇护的人想到说 那这个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你想美国有律师 他不就是用来指办政治庇护的吗 对吧 那政治庇护不能办了 对吧 那么律师都没有业务了 这个是因为他了解到的呢 周围自己圈子里的情况 对于杰出人才来说吧 可能这个视野会稍微广一些 但是呢 同样也要了解到 发生在自己的实验室 自己的大学 自己的科研机构以外的世界 正在有的新的变化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预测吧 有的人说呢 这个EB1和NIW 或者包括PORM 这个将来申请条件会怎样改变 说现在有这么多人申请 是不是以后批准就非常难了呢 我们认为呢 不会这样 比如说EB5 原来说要涨价 这个话说了有四五年了吧 一直并没有变化 从一定程度上呢 EB5的申请标准本身并没有变化 只是因为申请人多 造成了比较长的排期时间 申请人个人遇到了更多的问题 类似的 EB1杰出人才 NIW国家利益豁免 以及雇主支持的PORM申请 至少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还没有出现申请标准 有特别的变化 的动态 那么僧多州少申请呢 像EB1AW 尤其是EB1A 可能比原来要难批一些 但是呢 还是有不少人申请得到批准的 那么变化的呢 只是一个排期 学术上啊 有所谓叫模糊数学 是吧 这一个人什么情况下才叫头发秃了呢 并没有说比如说有501根头发 再掉一个突然就变成叫头发秃了 是吧 这个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渐变的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 那美国政府为了有可以执行的法律政策 经常有一个划线 有一个结局日期 比如说对于从古巴到美国的人 就有一个干法施法的这么一个区别 如果他已经踏上美国的土地 那就可以申请绿卡 就可以了 但是呢 美国海岸警卫队呢 也会在海上有一定的拦阻的措施 如果抓到的时候 他还没有到美国 那么这样的人呢 一般来说就不能在美国申请移民 那这个对大家有什么启示呢 可能说到啊 有的美国有移民改革呀 有变化呀 会怎么办啊 一些媒体吧 可能也有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吸引大家眼球注意 那么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 如果已经提交申请的 就按照过去的办法来办 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想法 但是什么都没有做 在新的政策通过以后呢 可能就会按照新的办法来办理 总体来说呢 在这里讲到了 关于EB5的历史 从这方面呢 来看EB1和NIW的走向 可以提供参考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